今天是月十二日,杨阳在飞机上遇了王立宽,并一起合影搞怪自拍,杨阳更是完全不要偶像包袱,睁大眼睛做一些搞怪表情,还配要表示,我遇些女姐姐,吓一跳,杨阳睁大眼睛,张大嘴巴表示吃惊状,看起来确实是很可爱了, 还有极精准的自拍技术,也引来不少网友的微光,表示绝对是学习的典范,王立宽身穿紫色运动服,偷戴抱球帽素颜出镜,看起来皮肤特别好啊,王立宽还为了照顾粉丝,还回复表示,我是羊毛的卧底,专门替她们来偶遇你的,自拍把后面的仙女姐姐王立宽拍得那么仙气十足,大概只有杨阳能做到了, 而且一见面就说仙女姐姐,让大家秒回两人,合作的电视剧《舞动乾坤》啊,毕竟在剧里面两人也是疯狂撒糖, 如今来看,杨阳是把剧里面的了解解技术用到了现实中啊,难怪不少网友大呼好甜, 说回来,王立宽的皮肤真是很水嫩,完全看不出年龄感,难怪能作为素颜女神的担当, 而和90后杨阳组CP都完全没有违和感,看来王立宽是很会保养了, 结语自从王立宽和杨阳合作之后,两人也变成了好友, 如今偶遇一起搞怪自拍,也让不少粉丝大呼惊喜, 除了在剧中之外,杨阳在戏外也频频叫王立宽仙女姐姐,看起来很暖心啊。